外国一个富豪大叔想在女朋友面前撩狮子 好展示自己是多么的厉害 结果下一秒狮子性情大变 对大叔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他的名字又下雷赶紧帮忙 那大叔最后有被狮子吃掉吗 带着你的好奇心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大叔是个千亿富豪 他每天开着各种顶级跑车 而副驾驶坐的却是一只老虎 有钱人的宠物就是新奇 如果你以为他只有这一头老虎 那你就太小看他了 这家伙一共饲养了200头狮子和老虎 每天光是喂食 就得好几千斤的鸡肉和猪肉 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动物园 是大叔一直以来的梦想 每天女朋友牵着老虎 他牵着狮子 两人在农庄里恩爱散步 那日子过的是一个潇洒 他们的私人别墅里还养着各种小老虎 有时候晚上还抱着他们一起睡觉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会定期给小老虎剪指甲 在他们的私人动物园里 大叔还养了鳄鱼 猴子和袋鼠等动物 当然也养了好多的鸡和鸭 不过养这些都是为了喂老虎和狮子的 有一天大叔带着女友去看望一头养了十年的狮子 就在大叔想要在女朋友面前 展示狮子有多么听话的时候 这头狮子也不知道怎么 突然性情大变 对大叔展开了猛烈的嘶咬 看女朋友看情况就对了 赶紧放放逃一遍 当然他不是逃跑 而是出去拿水枪拯救大叔 只见他拿着水枪对着狮子一阵疯狂嗓射 狮子立马停止了疯狂的举动 大叔虽然及时获救了 但是他的手臂却被狮子的牙齿咬了一个小洞 看着都疼 经过这一次的教训后 大叔和女友晚上都不敢抱着小老虎睡觉了 饲养狮子和老虎还是和饲养狗和猫有区别的 毕竟这些都是肉食动物 可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